在营养学界,鸡蛋素有权营养食品的美丽,英国营养专家帕特里克在新术头脑的最佳营养里,又给鸡蛋带上了最佳养老食物的桂瓜。 一颗小小的鸡蛋不含蛋白质及17种氨基酸、碳水化合物、钙、铁等成本,拥有最适合人体需求的氨基酸比例,尤其含有现代人缺乏的灵质、胆解。 那么,鸡蛋到底对人体有哪些好处?吃鸡蛋的最佳方法又是什么呢?快一起看看,鸡蛋不如过去好吃,其实比30年前更有营养。 常有人感叹,现在的鸡蛋不如过去好吃,有研究发现,如今的鸡蛋比30年前的营养价值更高。 比如,鸡蛋中维生素比增加了70%,其增加两倍,而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含量都降低20%,热量降低13%,胆固醇降低10%,如今,一个中等大小鸡蛋热量,约为66000卡,而过去只为78000卡。 美国农业部也曾表示,现在一个较大的鸡蛋,平均鸡蛋不存185毫克,预测前低14%,维生素比含量比2002年高64%。 专家称,这与鸡饲料的改进有很大关系,随着现代工艺化养殖的研究不断深入,鸡的复合饲料配比更科学,可完全按照营养需求喂养,产着的营养价值更高。 堪称最接近完美的全营养食物,增强记忆,蛋黄中的卵粘质,胆固醇和卵黄素,对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有很大作用。 鸡蛋中含有液黄素和玉米黄质,具有改善认知功能的作用,降低血糖,鸡蛋中的多种营养素,能改善人体代谢糖的能力,降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。 研究发现,每周只四个鸡蛋,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,降低38%,控制体重,鸡蛋负含油质蛋白,能够增加参考保护感。 减换微的排空速度,还有助减少热量渗入,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。 提高免疫力,蛋白质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关键物质,鸡蛋中的蛋白质质量较高,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。 鸡蛋还含有多种维生素,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。 关于鸡蛋常见的三个误解,虽然鸡蛋是餐桌上的常见食物,但不少人都对鸡蛋存在一定误解。 误解一,蛋黄中含有大量胆固醇,鸡蛋虽然胆固醇含量较高,但也含降胆固醇成分。 因此,普通人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,不会导致胆固醇升高。 5.2,正吃鸡蛋更营养。 正鸡蛋的消化吸收率仅50%左右,熟鸡蛋的消化吸收率则高于97%。 此外,鸡蛋还容易受沙门氏菌等污染,生吃存在安全隐患。 误解三,农家土鸡蛋,红鲜蛋的更营养。 其实,农家蛋营养素含量,并不比普通鸡蛋高,放凉土鸡产蛋的卫生环境不好把控,受污染的可能性较大。 鸡蛋的营养与蛋壳颜色没关系,而是预计的品种有关。 蛋黄颜色受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影响较大,如果在鸡饲料中加入添加剂,也可以使蛋黄颜色变得更红。 因此购买鸡蛋时,若发现蛋黄颜色过于鲜艳,反而吃药警惕,最佳之法。 水煮蛋,营养食物配上健康之法,才能发挥最大功效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,曾根据各种研究与实验数据,列出三个有益健康的鸡蛋之法排行榜。 其中,水煮蛋在各营养榜上精确榜首,原因在于炭蛋时不加油,营养保存最好。 除了水煮蛋,按照不同的营养功效,鸡蛋的吃法还有如下排行,又以心脏排行榜。 第一名,蛋和水煮蛋,第二名,水煮荷包蛋,第三名,蛋花糖和蒸蛋,第四名,煎荷包蛋,第五名,炭鸡蛋,第六名,炒鸡蛋,蛋白质最好消化它好吧。 第一名,蛋和水煮蛋,第二名,煎荷包蛋和炭鸡蛋,第三名,炒鸡蛋,第四名,蒸鸡蛋,第五名,生鸡蛋,维生素保存它好吧。 第一名,蛋和水煮蛋,第二名,蒸蛋,第三名,水煮荷包蛋,第四名,煎荷包蛋,第五名,炭鸡蛋,第六名,炒鸡蛋,此外,关于吃鸡蛋,专家们还给出了一些建议。 早餐吃鸡蛋,经过一个晚上,人体需要补充营养,鸡蛋能迅速补充消耗掉的营养。 早餐吃鸡蛋,全天的热量摄入更低,有力控制体重,每天移到两个鸡蛋,保证饮食多样化,饮食还是注意多样化。 猪鸡蛋腕,芹肉,牛羊肉,鱼肉等,都是油脂蛋白质的来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